其實我跟寒冰哥立場不一樣 我是相信蔡英文總統 只是你們 你各位都搞錯他要保護的人了 你各位要搞清楚 這裡社會安全網 是要救那些下手殺人的人 是要救那些跟踪騷擾的人 是要救那些作奸犯科的人 他要確保他們絕對不會被判死刑 他要確保他們絕對不會被中判 照我這樣講 你有沒有覺得邏輯就合了 從他2016年一路到現在 有沒有有無罪的 然後有輕判的 小燈泡這個凶嫌他現在是判什麼 現在我不知道 因為他一路拖拖拖 但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劉北元 劉北元當初是個律師 然後因為小三要跟他分手 所以他帶著刀 去把他女友捅了二十幾刀 當他媽媽面罰殺了 那你知不知道劉北元 現在在我們的社會安全網裡面 做什麼 之前是我國司法改革委員會的委員 現在正在開公司 過得很愉快的生活 所以你說社會安全網 有沒有保護他 有 他需要一個樣板 就是殺的人 也可以變成司改會的委員 我們這樣講 你還有什麼期待 除非你是動手殺人的那個人 否則這個社會安全網沒有要保護你 你是女性 你是小孩 你是過去我們所討論過的 所有弱勢者 不好意思 蔡英文總統的社會安全網 不是針對你們 是針對那些要威脅你 要恐嚇你 要傷害你 甚至要殺害你的那些人 這個法律保護他們 怎麼可能 我們來看看2018年台中沙芽一案 的的確確 這個精神鑑定逆轉 二審逃死 另外發生在去年的 嘉義的馬來西亞的 這個女大學生命案 也是因為思覺失調症 一審無罪 二審17年 不過檢方求處死刑 現在還在這個審議當中 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昨天TPBS 有一個責毒家 我們講到跟騷案件 跟騷法案 立法來擺爛 這是一個小男生 小五的男生 他在回家的路上 因為他水壺有貼他自己的名字 譬如說寫朱學恒 就有一個怪叔叔一直尾隨他 因為他看他水壺有貼名條 朱學恒 他就說朱學恒 我是你學校的老師 小學生很容易被相信 他就一路跟著他回家 導播可能也有 幫我們準備這個肉帶 像這樣子的跟騷的立法 如果不成立的話 保護的不只是譬如說情殺 或者是女生 可能像這樣的落小的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畫面上 這個男生一直尾隨著這個國小 五年級的男童 因為男童沒有辦法拒絕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以立刻叫出他的名字 而且他是一個大人 他說我是你學校的老師 你家裡有沒有運動服務 如果有的話 借我 借給老師好不好 他就一路跟著男生 小男生回到他的家裡 幸好這個小男生家裡面有人 如果沒有大人的話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這個案件突顯的是什麼 沒有法可以來防護 或者是管制這一位先生 因為據說他這樣跟隨小男生的案子 其實發生非常多次 可是大家只能互相奔相走告 提高警覺 我們的社會安全維護網 的確破洞蠻多的 你知道嗎 之前副團有提這些相關的跟騷法 可是他們大部分著重在什麼 比較性騷擾的這一塊 可是問題是 就好像我們剛剛看這個 他會不會牽涉到性騷 我們不知道 但目前至少被照到的情況下 他是沒有性騷的 當你被照到 你有證據的只有這一塊的時候 那你就完全沒有辦法 用性騷的方式去定他的罪 或是叫警察去 想辦法去控制他或怎麼樣 都不行 因為他沒有做任何違法的舉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一直以來台灣社會上 每天都有這麼奇奇怪怪的人 然後每天都做這些奇奇怪怪的事 可是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法 可以去規範他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講說 好 你警政署認為執行上有困難 你行政院認為執行上有困難 那你們自己可以立法 因為你們是正在第一線執行的人 你們知道應該立哪一些法 會對你們來講比較好去執行 你們自己為什麼不先立法之後 再送到立法院去審核 你一定要等到立法院出來 所以你讓我的感覺就是 你根本無心去做這一塊 因為你覺得這一塊很難界定 很麻煩 很無聊 你沒辦法去做 那如果你執法者都這樣講的話 那一般人民的保障到底在哪裡 你知道台灣一大堆這一種 現在看起來接近 那個思覺失調的人 他可能他腦袋在想 我們一般人不知道了 他下一步可能是想要性侵 可能只是想要跟他玩一玩 可能是要把他殺害掉 都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王景韻那個案子 也就是小燈泡的案子 到最後去年定驗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 因為他思覺失調 那台灣太多這種東西了 那思覺失調的定義 當然我不知道 我不是專家 可是為什麼現在台灣人民 對司法越來越沒有辦法信任 因為太多這種東西層出不窮 然後每一個到最後 就是用思覺失調 不是判無期徒刑 就是判個幾年 然後就出來了 然後一般人 不要說是受害者家屬的心情 沒有辦法平復 我們一般人隨時活在危險當中 因為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怎麼樣 所以相關的立法我們一直在怠惰 可是很奇怪 現在的執政黨是在國會是多數的 你如果真的有心要去 把這些法條快速通過 按照民進黨過去的戰法 他很快就可以讓他通過 那為什麼不做 因為他們無心在這塊 他根本不在乎這塊 你覺得蔡英文如果真的在乎這些事情 蔡英文不會下令去推動嗎 蔡英文一定會 可是蔡英文為什麼沒有這樣做 就是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根本不在乎 蔡英文就是一個人血無情 沒有同理性的一個人 他根本不在乎這種事情 如果你把期望放在他身上 那我真的覺得你想錯的方向 是 這個兵哥講話比較重 可能是我們大家還是很希望 我們這個社會可以更安全 家裡面有小朋友的 或是你家有這個老人的 都會希望我們這個社會更安全 怎麼會這些防護網 講了五年都還沒有補起來了 可是有時候你在媒體上面說話 或是可能要監督政府的一些事情 總是會有這個調查局的人或者是警方 用設違法他們來辦你 或者是來關心你 來問話你 這件事情非常有效率 而且永遠不會說人手不夠 我們今天談的是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網路媒體叫異傳媒 這個新的一個網路媒體 因為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媒體上面 大概有談論到了柯建民的兒子 包括孕毒案以及涉嫌擁有這個大麻的案件 最後都是被侵判 甚至是不起訴 所以他們後來發現 他們談論完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媒體的負責人姓吳 吳俊毅 他就接到自稱台北市調查處 理性調查官 在3月23號的中午 接近中午的時候就打電話來關心他 說不只是關心 要求他到北處協助調查 就是台北市調處協助調查 當這位污信的媒體問他說 請問台北市調處 那我要找誰 他就說理性調查官 你要找理性調查官就對了 他並沒有告訴他他的全名 而且他打了好多通的電話 所以現在這個完完全全 不符合調查的程序或是調查的內容 怎麼可以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是個案嗎 還是其實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我不曉得導播有沒有準備 這是事後他們其實有特別做了一個SOT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OT 我們有準備嗎 導播 好 請讓我們看一下 這件事情 台灣正式倒退50年 回到白色恐怖的時代 他去台北市調處 打來了電話 今天有沒有時間 能夠去台北市調處協助調查 其實是調查什麼 不知道 他說現在不方便說 現在不方便說 然後更扯的我說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叫理性調查官 叫姓李啊 對 然後我問了五次 他都說他叫理性調查官 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如果跟我們新聞有相關或是怎麼樣 我們公司什麼資料都有 我歡迎你來公司 他就很著急的說 這樣不用... 這樣不符合筆錄程序 你也沒寄通知給我 就打個電話 你們是有公權力的人 可以這麼為所欲為 現在是什麼年代 你說說20年前我還相信 好 針對這件事情 調查局其實也發布了一個新聞稿 這個調查局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是由北檢來辦案的 沒有依規定通知當事人到案之內容 經本案調查由北檢來指揮辦案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訴訟法規定辦理 還在偵辦當中 基於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不便透露用大白話講的就是說 這件案子還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調查局沒有話說 無話可說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先講一下 這個案子讓我想到的是 社違法裡面有一個叫散佈謠言罪 你知道散佈謠言罪在過去幾年 從2016年的6件增加到 2020年的167件增加了28倍 為什麼會增加28倍 難道是散佈謠言人變多嗎 沒有散佈謠言人就是那些 或是你認定的就是我們這些人 但為什麼會變那麼多 是因為要求警方去辦這種散佈謠言罪的 要求變多 檢舉變多 檢舉變多也就算了 如果譬如說像朱玄真是散佈謠言 把我抓走嗎 告我 然後起訴我 結果這裡面有77%不起訴 是有打電話過來 可是不起訴 就是他實際上做調查 做了筆錄 檢察官發現罪證不足不能起訴 我覺得這件事情裡面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依法如果他要開偵察庭 或是做筆錄要發公文來的 之前對不對 我常收到公文 公文就是有一個依據是哪個單位 因為什麼案子依循北檢要求 來做筆錄 那你就去 但是沒有這種拜託幫幫忙 來一下 這是違反程序的 你現在的調查員都可以隨便打電話 我要協助辦案 這樣子沒有公文可以嗎 剛剛朱大英已經講了 正規的程序應該怎麼樣 不管你是調查局也好 警方也好 你應該有公文來 你公文來我直接去到你家 你某時某地我希望你過來約談 那當然約談有的時候 他約談什麼內容他不會告訴你 這是正確的 可是你自己突然打電話來 然後你說你家理性調查官 請問一下我怎麼知道你真的假 現在很多電話轉接 你顯示的號碼也許是調查員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假的 詐騙集團有可能 對啊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詐騙了 所以在我看來 你明明是調查局的人 你故意要用這種 類詐騙集團的手法 在幹什麼你知道 你不想留案底 你不想讓人家知道 你做了這件事 那幹什麼呢 就是你想要去讓這一些人 心生恐懼嘛 讓這些媒體以後 不敢隨便講這一點人的壞話